金砖峰会气候已成 24国领导人亲自到场 西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出现了 大家好 前不久我们才说过 美西方各国暗中 向今年的金砖峰会受邀国进行施压 导致有一些国家至今没有明确回复俄罗斯 到底参加峰会 但是就在西方为此沾沾自喜的时候 转头却发现金砖峰会 气候已成了 根据俄罗斯的消息 尽管有西方国家的干预 仍然有33个国家明确表示 将参与今年的金砖峰会 其中更有24国领导人将亲自到场 或许有人会说 这样的数量和发展中国家整体数量比 还是太少了 我想说的是 这种想法和西方的声音 就是国际主流的声音一样 都陷入了一种由霸权主义导致的 认知物居 所谓国际主流的定义 其实非常的模糊 很多人理解中的国际主义 实际上深受着西方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影响 从事着冷战时期遗留的意识形态 认同这种意识形态的就是国际主流 不认同的就是人类之体 这种声音根本无法代表全人类的利益 甚至西方会利用这种所谓的主流来发动战争 荼毒人类 中东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们嘴上说的是民主自由 但是干的全都是自私自利的勾当 所以客观来说 不应该以意识形态来定义国际主流舆论 而应该以绝大多数人的想法和利益诉求来确定 也就是说 只有几亿人的西方世界 根本没有资格代表全人类来说话 说到底呢 发达国家不能仗着他们自己的舆论霸权 而无视其他拥有数亿 甚至数十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 更不能为了他们自己吃饱饭 而让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饿肚子 所以说别看金砖峰会到场的国家数量不多 但他们都是发展中国家数一数二的大国 人口数量加起来绝对远超期望国家 尤其是沙特阿拉伯 俄罗斯巴西这样的石油天然气 以及农业大国 如果这些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 能和制造业大国 也就是我们中国团结到一起 那么那些受到霸权主义胁迫的小国 也就拥有了更多喘息的空间了 今年西方或许还能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施压 离破那些国家不要参与金砖峰会 那明年呢 后年呢 今年的金砖峰会啊 从规模上来说是空前的 这实际上也证明了殖民主义时期 构建的不公平的国际秩序 已经引起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不满 很多发展中国家明明拥有着世界排名靠前的耕地数量 却仍然没能摆脱饥荒 那些土地呢 早就已经被西方企业通过资本手段给控制了 种出来的粮食 第二天就会出现在 史上发达国家的运粮船上 这公平呢 不公平 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摆脱西方控制 而选择了武装斗争 却反被扣上了一顶不民主 不自由 反人权的帽子 这正义吗 不正义 现在的金砖峰国家合作机制 实际上就是在搭建一个发展中国家 发出自己声音的舞台 让十几亿 甚至数十亿人的声音 能够盖过那一小说的特权国家 美国不是总是说我们中国在搞修正主义 但实际上我们中国只是将这个错乱的世界 拨乱反正罢了 应该说啊 今年参会的33个国家 那就是火种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西方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终究还是出现了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